最近又看了一个比较风骚的这种转身方式 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转身无外浮就这几种嘛 最基础的转身对不对 就太欧斯固了欧斯固 这样左脚为中枢脚这样转过来突破 这个不花哨 然后还有一个相对花哨一点的 就是欧文这种 带动式同手同脚 像跳舞一样的 这样右手右脚就转过来 上来 然后 今天学的这种就是 它也是一个这种前奏性动作嘛 就是 你在这里就是 三位鞋的时候 突然往这边 你看 往这边做一个这个in add out in add out 往这边带动一下 靠近它 一下 去上来 那很多人做这个动作就是 做得很紧就很很死板嘛 他做这个的时候带动的时候 就很多人想做这种背后 背后然后 转转身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失败 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它 一是前奏动作不好嘛 你一直右手这样控球对不对 你这样贴近防守 就很别扭 就 球也不怎么 运着上力对不对 但你一开始就是 结合一个往这边带动 一个这个 反手in add out 你突然你看 你反手下球的话 你这样反手砸球的话 球就能弹得很高 你往这边 跳动一下就能很 很快的去贴近防守嘛 你贴近防守的时候 才能就是 才能做转身呗 你离防守得很远 你做转身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就尽可能贴近它 那很多人做这个 错误就是 除了这两个之外 就是贴的不够近和 没有前奏动作 到这 就它做这个转身 运到这里的时候 还是很用力 很用力 然后 它转的时候就没有力了 懂意思吗 它就是 在这里的时候缺乏一个这个调整动作 你就别急 你就贴近防守了 对不对 这时候你就 你运的时候你就 观察一下嘛 你别急着转 对不对 你观察一下 休息一下 你感觉能转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样 运过来 你在这 停下 对不对 停下 停下 你缓一口嘛 缓一口 砰 出来 你看有机会 你再转 再去上 懂意思吗 就是节奏上 你要有快才能有慢才能有快 你不可能每一个动作都快 你每一个动作都快 那自己打出来的就 没有任何节奏嘛 然后 很多人到这的时候 造成失误的重要原因就是到这 它马上直接就转了 对不对 没有这样调整一下 你调整一下 如果你 不在这调整一下 直接就转 很容易就是 把球给转飞出去 那转飞出去不单单是这个动作 动作的原因 有些人就 单纯的动作就这样甩 他没有 转过来之后 他没有 向下把球带一下 对不对 尽量往防守的身后去嘛 向下这种压球 带一下 手指这种 带到这 卡住位置 再去上 尽量转到防守身后 而不是 往外去转 对不对 呃 那就是这个动作 像有些时候 如果你转不好 对不对 到这的时候 你转不好 但你也可以 接一点变化 对不对 这样投篮 像科币 这样转过来 直接投 总之你可以利用 这次转身的这种 意想不到的转身 形成的这种空间 你都是可以利用的嘛 你可以调整一下 再出手 如果转的好 肯定就直接就上了 对不对 做这个转身的时候 你做这个反守的时候 你可以右脚 右脚往前去 诱使一下防守 这样 这样去做 一下 再回来 再转 懂意思吗 就你这样 三位鞋 右脚过去 然后再回来 一下再转 然后这个就是 今天这个动作 然后再次上车 一下 适当 转身 大家看视频的时候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在视频的右下方 撒二维码就可以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